还有关心五月天假唱风波持续延消 就连中国大陆官方媒体人民日报都破文表示 相关单位已经介入调查 还特别强调歌手真唱这是本分 而12月6号这一天也是主唱阿信48岁生日 他在Instagram破文写下 近期在我做好自己人生可以很简单 也被外界认为疑似就是借此回应最近的争议事件 而曾经合作过的艺人好友田富珍 出席活动的时候被问到这件事情 回应有点尴尬 五月天中国开唱有网友用音频分析 质疑阿信假唱现在风波延消 就连中国官媒也发生 12首歌当中有五首唱的有问题 目前相关单位已经介入调查 还特别强调真唱是本分 也有中国律师指出 如果调查结果真的出现假唱 最严重恐怕永久无法在中国境内开唱 曾经一起合作过的艺人好友田富珍 六号出席活动被问到这件事 回应越显尴尬 因为我自己也是歌手嘛 我想要祝福歌手们都有很健康的身体 很好的状态可以去享受舞台表演 我也可以体会观众的心情 然后我就祝福之后的观众 在看演出的时候 可以感受到台上那一份真挚的情感 阿信本人则在12月6号 也是他48岁生日的这天在IG发现时动态 其中一句 近期在我做好自己 人生可以很简单 也被外界认为疑似借此回应近期的争议 而五月天的间接公司日前发声明 否认假唱 巡回演唱巴黎场 在当地时间7号晚间8点 也将采线上直播 邀全球网友一同鉴定 其他艺人好友像是歌手叮当和刘若英 也纷纷转发力挺 五月天出道24年 如今在阿信48岁生日时 背上假唱怡云 接下来演唱会直播 阿信也将证明自己唱现场的实力 记者最后报道